146 《都市日報》 投資 2015年7月13日 相關點P26珠心算趙海珠強積金對你的意義有多大呢? 你有否定期檢視或轉換強積金組合? 週末有幸出席作2015年強積金投資講座 講題為邁向豐盛的退休生活 相信很多人都想擁有豐盛退休生活 但香港人生活忙碌 很多時首要目標是先管理好眼前的生活或工作 而忽略了為退休生活作準備 講座中的兩位嘉賓就不同範疇及市場分析了很多 令我也獲益不少 其中一位港者為黃元山先生 他講義的第一部分是比較幾個環球股市的走勢 若果問大家歐美 內地及香港市場 過去一年那個升幅最多 大家或許想也不用想 便會回答A股市場 約將幾個環球股市的走勢 以五年平均值來看 則美股為幾個市場中升幅最多的國家 每年升幅可達兩倍 其次才是A股市場有五成的增長 而港股及歐洲市場則每年約有兩成多的增幅 以上的分析其實是說明 將資產分配於單一市場 是不足以得到長遠的回報 強積金投資應與其他投資一樣 最好將資產分散於不同市場中 在尋求最大的潛在回報同時 亦能為組合分散風險 逢週一見報 先後從事傳媒、金融及地產行業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現時為數碼電台《財經台》主持 與聽眾分享投資觀點 較為基地提災電台